各位 戰爭體系我 我才發現這件事情 天大地大非常重要的 就是今天秋國正 在接受立法委員資訊的時候 他講 如果敵方以戰機 進到我的領空 是否說第一集 對 沒錯 因為我們正在講 什麼是第一集的概念 無人機來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開始丟石頭 我該怎麼辦 可是你講說 這個東西你只要戰機過來 這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 真的有可能戰機過來嗎 因為你海峽中線 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 它已經可以去畫掉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畫完以後 如果要真的玩弱雞遊戲 中國真的已經有情之說 中國的戰機 有可能飛到我們的領空嗎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情報 現在不管是美國 或者我們的台灣 都拍板電話說 你只要敢來 這也是威嚇中國 你敢來我就敢打 沒錯 因為有可能很多情詞 已經相關顯示 今天海峽中線 已經被對岸弱化了 它不斷地在騷擾你 現在有可能進一步的 對你的領空進行進犯嘛 因為你看對金門 對馬祖的無人機 就是在測試你的底線 你如果沒有任何反應的話 那我今天就造次 就繼續做下去 所以中國 過了海峽中線的第一步 如果你現在擋不了 他會來 第二步就是來我的領空了 是啊 所以你看到 現在邱國正在立法院 他正在做一個宣誓 這其實是套好的 找一個質詢 就告訴你說 不然的話 邱國正一般來講 不會回答得那麼精準 然後那麼準確 對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為什麼呢 上面已經拍板定案了 因為如果說 對岸來講的話 侵犯你的領空 你說我們的國安單位 拍板定案了 侵犯我們的領空之後呢 當然你就採取自衛權的行使嘛 這個其實國際社會 各國都在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欺負你的主權 那叫侵犯行為 侵犯行為 你的採取反制措施 本來就是合理的 本來就是合法的 所以你看到人家 以前中俄演習的時候 結果呢 軍機就可以繞到 南韓的領空 進入南韓領空 結果南韓領空 馬上要幹什麼事情 南韓軍方馬上出動F16 然後升空要求離開 不離開怎麼辦 直接站在那個 俄國跟中國的軍機的機首呢 全面的開了一百多槍 開了一百多槍喔 當然不是用射飛彈 直接警告 如果你再繼續造勢的話 我直接就把你擊落 那人家都做得到 南韓做得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我們是非得要讓 無人機不斷地在燒了我們的空域 然後呢發現他說 你的空房完全是空洞的時候 直接就進來了嘛 所以呢現在來講 我相信國內有 如果照這樣的對話 他不是無人機 他是戰機都要來了 對 如果戰機來的話 那你不小心 那戰機給你發了一個飛彈 那我們老百姓的損害怎麼辦呢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只要進領空 因為至少領空還有十二海里 那個領海以外 領海的上空還是領空嘛 所以你至少還有一個 這所謂的空間 有一個空間可以去防範 所以如果國防部 沒有下定這個決心的話 我想第一線的 這個作戰的這個士兵 完全不知道 怎麼做什麼事情 可是美國的官 他的情報局 不是講嗎 現在這個二戶戰爭 已經讓習近平沒有了底氣 他沒了底氣 他還敢挑釁嗎 但是底下解放軍 有時候要建功啊 我們曾經講過啦 底下如果解放軍 他如果想建功的話 或是想測試 或是想故意搞習近平的話 那這時候有可能 這種事情會發生啊 所以為什麼你看習近平 最近來講 一直在換那個 這個戰區的這個司令員 因為能夠自己掌控 否則來講的話 有什麼爆衝的事情出現 你看到這一次這個 裴洛西來台之後 結果發生了這個 中共開始軍演 一會兒軍演又停了 一會兒軍演又來了 一會兒軍演又停了 代表什麼意思 就上面跟下面的那個 亂了 亂七八糟了嘛 然後也讓美國看不到手腳了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事情的發生 就是說 有時候會不小心的擦槍走火 那這種事情的話 現在目前兩岸 沒有什麼正常的一個溝通管道 對 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 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用一個公開的方式 告訴對岸說 你千萬不能來 你跟我來的話 我就是真的把你打下來 這是警告中國 這就是警告中國的意思 就是直接對岸講說 很明白的講說 這叫戰術清晰話 戰術清晰話 告訴對岸說 你真的飛機桿飛過來的話 我真的就把你打下來 因為現在為什麼 海峽中線已經被他搞掉了 搞掉之後 現在的話 進一步來講的話 我們領空一定要守住 你剛剛守不住的話 什麼都完蛋了 所以董事長 現在這個東西 警告衛道代表 代表 老共不是說過海峽中線就會滿足 他還會得寸進尺 但是我覺得本來這個就是我們的底線 對不對 我們國軍的底線就是領空領海 那全世界任何國家進入領空領海的話 就是戰爭行為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我們如果我們不發動攻擊的話 我們國防部的部長一定要下台 我們的總統一定要下台 這是台灣的這個很簡單的規定 這個反對黨或在野執政黨 都必須要尊重這個基本原則 這第一個 好 那我來問第二個問題 他如果進入領空我們用雷達鎖定 或是說飛彈鎖定他打還是不打 打下以後怎麼辦 你現在沒有對話嘛 對 那第二個 他會不會試試看 你認為 他當然想試啊 對方就一定會試嘛 你一定要試 他怎麼不可能試呢 他一定會試試看 飛機擦邊球試試看 看你敢不敢動嘛 這就是狹陸相逢勇者勝嘛 你台灣敢不敢動 對 雙方都會有測試動作出來 那測試完你就 你知道我就問一個下面一個問題 那下面的備案是什麼 你告訴我嘛 這個問題很容易問啊 我一定打啊 那打完之後呢 對 就反過來就問你啊 打完之後誰要幫你收拾啊 老美要不要把你收拾上後呢 這個問題就是馬上跟得來 就是發動戰爭了嗎 所以羅斯正要問的問題 要問下一題才對嘛 下一題問完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這打了嘛 但這個打完有可能兩個情況 他被你打了 他可能還是算啊 因為今天那個 剛剛CIA的那個中央情報局局長 講得很清楚嘛 他可能看到俄羅斯 嚇死了 頭腦會清醒一點 清醒一點了 可是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當時有海峽中線 海峽中線的原因就是 約束台灣的空軍 不要插槍走火嘛 對 那現在沒有了 所以插槍走火是已經變成 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打很容易 那第二集怎麼辦 第二集的問題才是複雜問題 我覺得 要立法委員再去問 我們的國防部長 第二集的時候 怎麼要開始發動戰爭 好 正好 另外就是 這一次的諾貝爾物理學講 居然是量子這個基數 當然量子很難 我也不再走 可是他講 這跟中美對抗的核心有關係 真的太有趣了 因為你知道嗎 諾貝爾得獎都不是說 這兩年最大的發明 然後得諾貝爾獎 可能是十年前 十五年前發明 可是對於此時此刻的世界 有最大的影響 他會得獎 所以諾貝爾得獎都這樣的 他發明可能是十五年前 或二十年前發明 可是現在諾貝爾得獎 然後頒發給一個量子研究 就知道 下一個世代最關鍵 就在談量子 什麼叫談量子 這一次的諾貝爾得獎 同時頒給三個人 這三個人研究叫做量子糾纏 什麼叫量子糾纏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兩個量子之間 不論距離多遠 都可以找到相關聯的狀態 原本這是很離奇的 兩個粒子之間隔那麼遠 無論多遠 都可以因為A粒子的改變 導致B粒子的改變 這東西一般人 怎麼很難相信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 被這三位科學家證明之後 他做到什麼事 未來量子衛星 量子通訊還有量子計算 都可以做到嗎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那講得到 這也是美國最害怕的 因為這三個諾貝爾學獎 他曾經跟中國合作 中國講的 它的墨子的量子衛星 是真的可以成形嗎 對 因為我剛剛講 量子糾纏就是兩個粒子之間 不管距離多遠 兩邊都會有互相溝通的可能吧 這個所謂溝通可能 其實叫什麼叫做通訊 所以如果這個真的被實現的話 那就叫做量子衛星 可以做量子通訊 這樣的加密其實就是 現在所有超級電腦 都沒有辦法破解的嘛 所以這三個科學家 是有跟中國合作 墨子的量子衛星 然後未來有可能運用在戰場上面 那就很簡單 這次俄物戰爭 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Starlink 因為他有高端的加密 然後極快的傳送速度 所以導致在整個戰場管理上 烏克蘭比俄羅斯強一陣 對不對 那未來如果量子衛星 用量子通訊 用量子來去做 整個通訊的過程中的話 不好意思 那是現在所有超級電腦都做不到 所以今天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代表量子科學是可能的 而且量子衛星跟量子電腦 是可能的 對 而且呢 繼續講量子就必須講 量子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狀態 一個剛剛我們講的嘛 是這個所謂糾長態 另外叫做疊加態 量子疊加更誇張 量子疊加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電腦都 0跟1 0跟1 對不對 量子疊加告訴我們 0跟1之間有無數種狀態 意思是什麼 現在電腦01計算 01計算 01計算叫超級電腦 對不對 量子電腦一發明出來 現在所有超級電腦跟算盤沒兩樣 它是現在所有超級電腦的15億倍速度 15億倍喔 所以未來有量子電腦 假設中國先美國一步的話 它所有加密技術 美國根本沒辦法破解 美國所有加密技術 中國有量子電腦全部可以破解 還有什麼東西 未來譬如現在生物科技 是不是有大量的超級電腦去破解生物科技的DNA 量子電腦絕對可以破解 還有什麼戰場管理 現在有超級電腦去做戰場管理對不對 未來量子電腦在做戰場管理的話 我不只可以管理到一個部隊的移動 我甚至可以管理到一個單兵的行為 這是計算量的差別 它會造成值的不同對不對 所以當這種東西發生之後 美國當然要警告 如果量子力學被中國前一步的話 不好意思 所有的事情都不用算了 那現在在量子力學上 在量子上面 中國有可能跟整個美國一較長短嗎 那美國的就暴力 它很簡單吧 你要從晶片跨到量子 你會有過渡期對不對 我先進你的晶片 你在研究量子的時候 你就沒東西可以研究 這邏輯很簡單 既簡單又粗暴嘛 所以我擋晶片也擋量子 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做量子力學 研究跟模擬 你還是要用現代電腦來去處理嘛 那你現代電腦我簡單粗暴 我讓你沒有晶片 你就沒辦法做更進一步的量子力學的研究嘛 好 所以你看喔 華爾街日報說 美國尋求進一步限制向中國出口尖端晶片 這個很誇張喔 什麼意思 現在喔 美國只是對華為限制出口 它是針對中國的公司喔 不是針對中國這個國家 那美國講的很簡單 未來所有進入到中國境內的所有晶片 只要是高級 我全部把你砍斷 欸 這連比如說 我是一般的大學做學術研究 都不行 都不行欸 然後我之前喔 有華為背進對不對 還有國防棋子 就是說跟解放軍相關的大學不准對不對 不好意思我現在管你什麼北大清華 負擔中山 所有中國你買不到晶片 那它等於是什麼 把中國的這個量子 或者中國高科技發展 扼殺在搖籃之中嘛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它幹嘛 找盟友 現在呢 美國跟誰 跟日本聯手研發量子量 為什麼找日本 因為日本是全亞洲的國家裡面 拿最多諾貝爾獎的國家 就這樣找喔 11次物理 7次化學 5次醫學 換句話說 在談量子力學的時候 這都要 這跟電機什麼資訊都沒關係 是回到基礎科學 一個國家基礎科學強 你的未來的應用才有可能強 日本是最強的 其他什麼李正道啊 楊正林 第一道 那都中華民國籍 林岳哲也是中華民國籍的 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籍的 只有一個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在基礎科學是相對不足的 但美國呢 第一個 我封殺你基礎科學的可能 第二個 我找到日本一起來做盟友 其實就是要避免在量子基礎上 輸給美國 所以體會 現在 兩邊在這種所謂的科技上 量子上 真的殺得如火如荼 中國他講的 共產黨 他其實講的是科學發展觀 他講的是應用科學 他其實對這種理論的東西 他覺得這太虛了 太... 真的假的 所以他們對這個東西完全... 他沒興趣 沒興趣 所以他們中國科學院... 他們講的 墨子電 墨子衛星量子力學 那個都是應用科技啊 那個東西來講 他們是發展出來 要來做他們的太空 或者是國防產業的東西啊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中研院 跟他們中國科學院 其實兩方的方向不太一樣 所以對他們 他們真的就是 共產黨講求的是務實 但是越來務實來講的話 你就是只有在應用科技方面 應用科學方面比較強而已 我們中研院還比他們厲害 當然我們中研院 我們中研院比他們厲害 因為我們研究了很多是基礎 因為我們在中研院 也有分應用科學 應用物理學 跟所謂的一般的這個物理學啊 所以兩個鎖是不一樣的鎖啊 所以嚴格講來講的話 中國來講 他敗就敗在這裡 他問題是什麼 他的根本精神就在這裡 很多虛的東西 很多虛幻的東西 他們根本就不想去研究 而且他們拿不到經費 拿不到運算 中研院不會剝離他們 所以怎麼辦呢 到最後他們全部都跑去 研究應用科學 然後講求實際的東西 這種最基礎的東西不紮 就完全唯物論 完全沒有這個紮實的一個 打下這個理論基礎的話 他永遠跟不上像美國 像歐美這種理論基礎 很強的一個國家 那中國現在美國封鎖 那個晶片是真的完整的 剛剛講的不是你的軍工產業 你的一般企業 你的實驗室 你所有東西我全面封鎖了 還有所有的供應鏈嘛 我們講說那個晶片製造出來 不是絕對只有 這個半導體的相關的東西而已 那還有什麼 像漆料啊 或是什麼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 你不提供給他的話 中國什麼都沒得完 中文字幕製造成 本集團